走 姑娘 到哪儿去啊 回市区 去市区啊 那过路费得你出啊 没问题 上车吧 怎么回事 爷爷怎么就突然就倒下了 到底是什么具体情况 我咱们也不知道 你小说啊 让赶紧回去 我请教跟你们一起去吧 不要了 不行 你工作那么忙又那么重要 你 你安心工作 我们去了那边 要是爷爷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再打电话叫你来 说什么不吉利的话呢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行行 赶紧走吧 照顾话 自己 放心 放心 好 带来给我打电话 你自己当心点啊 姑娘 这么晚还回市区啊 嗯 要不 咱俩也凑一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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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怎么没走高速啊 我想去上个厕所 上个厕所 上个厕所 我不是坏人啊 我不是坏人啊 我不是坏人 我不是坏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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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人 一个路囊都没有 你怎么了这事 你先别哭 慢慢说 我真猛猛 不许拉好几次 才打通你的电话 可能很快就又断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 你打开手机地图 看能不能找到自己位置 不许拉好几次 我已经走了好半天了 突然来死的路都找不到了 你身上受伤了没有 我受的事就还不过了 还有还能走路 周老师 周老师 请求我的 你现在先声哭散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看看 视线范围内有没有光亮 如果有的话 你就去找人问问 自己到底在哪儿 如果要没有的话 你看看身边 有没有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每隔一段 都会有指示 你现在先去问清楚了 把手机挂了 保持电量 我一会儿就过去找你 问清楚了以后 给我回电话 妈 我知道了 一定会没事的 我现在就去保你 喂 小秦 喂 你说的都没有 没有亮灯的房子 也没有高速路口 我好害怕呀 你听我说 你现在别哭 也别慌 我们一定能够 找到办法了 我 我这儿只有一个 三叉路口 我该往哪儿走啊 你听我说 别再往前走了 就留在原地 除了你 你好好想想 刚才是在那儿上桌 这一路上开了多长时间 有没有经过什么 标志性建筑物 好 你接着说 哥们 干啥呢 你也对了 明白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拜拜 小心 别再玩手机了 接上手机电量 如果要是困的话 就原地跑一跑 千万别睡着了 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 原地等我 我马上就到 你不这么事 你不认为我 你很想找到 你这么多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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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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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会儿就热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之前给台里做过一个 关于崇明岛生态环境的报道 那个时候这条路我一周得跑两趟 得弄清楚这周围工厂啊 生态环境的一些情况 你刚才大概跟我一说 我就想了集中有可能的范围 剩下的就看运气了 这也就是运气好 你知道我来的路上 脑子里想了多少种可能吗 万一你要是 不是 你这是闹什么呀 有什么事非得赶夜路回来啊 你还敢问 你是不是一大早的飞机就要回山西了 你怎么知道呢 陈旭告诉我了 你就真的要回老家了是吧 你就这么一声不吭的 你连个道别都没有就回老家了是吧 我跟你说我要是死了 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所以你赶夜路回来 是为了送我 陈旭怎么跟你说的 陈旭说你要辞职了 你要回老家的电视台工作 你就再也不回来了 你还笑 我是买了今天的票要回老家一趟 但是我是为了梳解一下我妈的情绪 我妈知道咱俩离了婚 就一直憋着想来呢 我怕她来了见的 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我就说当面回去跟她解释一下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工作的事 所以你压根就没有辞职啊 没有啊 我差点就白死了 呸呸呸呸呸 死什么呀 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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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啊 慢点儿啊 慢点儿啊 腿疼吗 就是 弯的时候有点疼 你这地儿还挺好的呀 嗯 慢点儿 慢点儿 先把这儿帮忙要好 谢谢 你这儿有药箱吗 在那儿呢 快点儿 拿手给我 我 我昨天刚找到的 找到就好 可能会有点疼啊 嗯 再见不睡觉 再见不睡觉 一会儿我走了之后 你先洗个热水澡 伤口被风吹 洗完澡以后 自己再给自己 冲一个感冒药 湛月 谢谢你 谢谢你 好多好多事都应该谢谢你